哈囉大家好我是有肉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非常讚的東西 就是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做過這個 痞子英雄泰索斯以及 Rogue Heroes Ruins of Tassels 這一個遊戲的體驗版 那因為他的這個入手的實體版的價格呢 也是非常的實惠啊 我記得好像六七八百塊吧 但是呢如果你在墨西哥買的話 目前以我自己在買超級便宜大概就是三百多塊這樣子 那Steam上也是有的 但是根據我買完之後呢 然後我在玩以後發現這個遊戲真的實在是太讚了 雖然說目前呢這個有一些BUG是有一點多啦 但是以遊戲整個體驗來講真的實在是太 太優了 我真的是興奮到我覺得現在目前是非常的沈迷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做一個影片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遊戲有興趣 新手你該知道的25個知識 有關於這個 一開始你在打這個痞子英雄泰索斯遺跡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的東西 我想要自己整理起來分享給大家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看之前的這個體驗版的話 就會知道體驗版的內容呢 就是要通關這個太拉卡地城 那你等於說就算你體驗版有玩 或者是你體驗版 你買了正式版之後呢 你後面就會有很多東西可以打開 那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一開始會遇到的這個算是第一個大關吧 等於說前大概百分之十幾的進度的時候 你在這裡會遇到的很多問題 或者是你可能會不知道的 我們在這邊就是一一跟大家分享跟解釋 好的首先呢這個太拉卡地城呢 它通關以後它是可以重複打的 你可以再進去裡面打寶石 因為寶石這個東西呢 等於說目前在我們玩的經驗下來呢 寶石在地城裡面是最多最多最多 你可以一直重複打一直重複打 然後賺寶石你這樣就可以升級你的武器 然後還有或是你可以蓋新的東西 沒錯這就是第一個 好的第二個呢就是說 在地城裡面呢你只有通關 你只要進去了 你只有通關才可以離開 所以說你要嘛不是死掉離開這個地城 你要嘛就是破關之後才可以離開地城 就是這兩個方式 好的那第三個呢就是 你在右上角的小地圖可以看到 地圖會顯示灰色藍色跟綠色 那什麼時候會顯示灰色呢 如果你有在地城裡面找到那個地城的商人 跟他買地圖的話 那你還沒探索過的地方 他會顯示灰色的 那你只要一進去呢 他就會變成藍色 那要怎麼樣才會變成綠色呢 綠色表示呢 你把這裡的謎題都解開了 然後敵人也殺完了 他就會顯示 已完成 已通過嗎 對他就會表示說你這一層 你已經這個小房間已經搜索完了 好那麼在下一個 就是死亡之後呢金幣會留著嗎 結果大家可能會很緊張說 啊我快要死了 也沒有補血的怎麼辦 那你放心 死亡之後你的寶石跟金幣都會留著 就會把你送回家 但是你如果要進到地城 你就要把你的寶石全部都捲出去 這一點我記得我們在體驗版的時候 好像也有跟大家分享到 要非常小心 你一定要在城鎮裡面把錢全部花完 然後把寶石都花完 然後再進地城這樣子是會比較好的 好那在下一個 相信這個有玩過體驗版的應該都已經非常有感覺了 就是大家在地城裡面啊 你看到那個房間裡面啊 會有很多瓷磚嘛 那那個瓷磚有一個是比較深咖啡色的 比較深一點跟其他不一樣的 他那個其實是有陷阱的 他其實應該說他是一個按鈕 他有分陷阱跟一般的按鈕 那陷阱你就會發現牆壁上的洞 他可能會射那個弓箭出來 然後一次可能是3發4發5發6發 然後對於傷害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清楚就是地磚在哪裡 然後地磚的上下左右是不是有對應到有那個牆壁上有洞 那這個弓箭他其實是可以防禦的 你可以按下ZL鍵 ZL鍵對 ZL鍵他會拿出盾牌嘛 那他就可以防禦就可以把這個弓箭擋下來 那但是還是要小心喔 因為這個深色的地磚呢 他的那個陷阱呢 除了是按下去的會有弓箭射出來以外 還有的是那種4格的地磚 他那個你只要稍微靠近他就會 他會塌陷就是你會掉下去 那也是會有傷害就是要非常小心 好的那在下一個就是 在這個通關的過程中可能會找不到 欸奇怪我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 那你會看到有很多牆上有很像綠色的那種 應該就是藻類之類的就是會擋住 那在上面可能會有一個小小的白色三角形 就是告訴你門其實在那裡 你就是要攻擊把它打掉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下一個入口了 好的那大家也會看到就是在地圖 在這個地層裡面會有很多寶箱 寶箱上面會顯示要有金幣才可以打開 這個寶箱裡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寶石 那等於說因為其實你在打地層最重要就是 蒐集寶石啊 它是讓你在城鎮裡面升級所有東西最主要的 主要的來源啦 就是你都是用寶石來換的 所以其實有金幣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在地層裡面把它打開來 然後拿到很多寶石這樣子 好的那下一個呢就是說 牆壁的裂縫要用炸彈炸 牆壁的裂縫在哪裡呢 有一些關卡裡面呢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牆壁上就是 如果我進來這關卡裡面 然後這關卡裡面呢 有放置炸彈就是它會無限生成的 那這個炸彈要用在哪呢 然後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那個高低差的牆壁上面可能會有一個小裂縫 那個時候就是要用這個寶 用炸彈把它炸開 因為裡面會有寶箱你可以拿 好下一個 怪物的頭上如果有骷顱頭的話 就是比較大的骷顱頭 那表示它身上有很多東西 可能會有材料啦 很多寶石啦 這些就是它是一定要打掉的 不要放過它喔 好那在下一個那個 骷顱 怪物頭上的骷顱頭 我有一小條上面有骷顱頭 旁邊還有寫數字 我們目前看起來感覺上 它應該是指怪物的等級啊 讓你可以知道 比如說你現在在打2、3級的時候很好打 你打到10級 20、30、5、60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我們這個等級可能是有落差的 我猜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好那接下來呢 地層的路口呢 都會有這個 兩個大座很像門的東西 它會告訴你說 其實這兩座的用途呢 就是說你可以進到第二層跟第三層 因為 太拉卡地層總共有三層 那你有時候死掉你是要重新走的喔 那如果你要是 我們非常強烈的建議這個路口捷徑一定要買 就是你買了之後等於說你要重新刷 你要刷BOSS的時候BOSS會掉比較多寶物的時候 其實蠻好用 你可以很快速的可以通關 這個是蠻建議的 好的那再來就是地下層裡面是無法存檔的喔 除非你要離開 你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你只有通關 或者是死掉 你才可以離開 還有一點呢 就是說 如果你的角色卡關的話 那你就只能利用 死掉 或者是通關嘛 對不對 可是卡關怎麼會有這個死掉通關的 就是因為我們有發現有一個BUG 就是因為一開始 買了正式版有一個新的角色 他是這個用炸彈的人 但是因為他走路速度實在太慢了 我遇到一個關卡以後發現 他沒有 因為走路速度太慢 沒有辦法解開 然後我又把所有怪殺死了 然後所以我也不可能死掉 然後到最後就會變成我沒有辦法離開這個遊戲 然後我就在想說 難道我要把它關掉 這就會變成一個BUG嗎 我最後發現你只能按這個-喔 就是以Switch來講就是按-喔 你只能退出遊戲 然後讓你這個紀錄消失 就是目前來講只有這個樣子 所以說 我是蠻建議 如果在這個太拉卡地層 還是蠻建議 除非你是線上一起通關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 先使用最原本的勇者來通關 會比較保險 但是應該我目前為止 就只有遇到那一個關卡而已 這個關卡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錄下來 再來分享給大家看好了 好的那下一個呢 就是有圓環的頭像是可以拉的 這個圓環頭像拉有的時候 它是會有掉出炸彈阿 掉出寶石阿 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機關 大家要記得去使用這個東西 好的 那接下來是線上遊戲的部分 目前呢線上遊戲的狀況還 還蠻多的啦 就是 然後下一個呢 是指多人連線的時候 你在地層是可以復活的 就是它會有一個可以復活的椅子 你只要拿著你隊友的骷髏頭 過去跟他講話就可以了 但是目前呢 這個bug還蠻多了 我有玩這個線上版喔 然後 有隊友死掉 然後我把他的骷髏頭拿起來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在高台 我要把骷髏頭丟過去 結果丟過去骷髏頭就不見了 然後就變成一個bug卡住了 這個是蠻困擾的地方 好那下一個 如果你在玩線上版配對不到人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主機的那個地區 改成別的國家試試看 是地區喔 就是比如說不是你的語言喔 改成別的國家試試看 應該會比較有機會 好下一個 線上遊戲目前的狀況比較多 比如說你丟東西的時候物品會消失 你的隊友可能因為網路不太穩 會跳來跳去的 好那再下一個呢 線上遊戲呢 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因為四個人一起打 你的寶石是共享的 經驗 經驗它沒有經驗值 就是寶石是共享 它吃到寶石是大家四個人均分 收集的速度會非常快 好再下一個大家要非常小心 瓶子裡面 藍色的瓶子裡面其實會有蛇 那要怎麼分辨呢 它其實會搖來搖去的 那它打完以後 蛇會馬上衝出來 會很容易攻擊你 這個超級討厭 我遇到超多次 超級煩的 好下一個 撿到物品炸彈不能使用嗎 是不能使用的 就是如果這個炸彈它是放在地上 你是撿到的 你是在物品牌裡面拿到 你也不能使用 要怎麼可以使用 除非你有裝這個 你有拿到這個玻璃炸彈 那玻璃炸彈是 死掉的時候就會消失的 或者是你通關地城之後 它就會消失的 那或者是 你有在雜貨店買到炸彈袋 那它裡面就可以裝炸彈 你就可以使用炸彈了 好再下一個 呃 如果大家有稍微玩一下的時候 會發現找 救到尼克 尼克會給你一個怪物圖鑑 怪物圖鑑是可以攻擊的 那攻擊怪物 拿怪物圖鑑攻擊敵人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收集它的資訊 那你只要打了它17次 你就會對這個怪物精通 你就可以了解它的所有東西了 好接下來是 呃 畫面的左上方有4個格子 4個格子的屬性呢 是物品的增強的數量 就是它分別是有生命值上限提升 工具傷害的提升 移用速度的提升 跟保健的提升 那這些你如果有吃到 它都是會累加的 但是 死亡之後就會消失 或是地城通關之後 離開之後它就會消失了 好下一個 地圖內 如果有自動裝置會攻擊敵人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像那個鐵球 有真的鐵球它會自己在那邊滾 然後它們其實是會攻擊到敵人的喔 你可以站在高處 就是等它全部打完再下去 這樣就可以節省一點時間了 好那再下一個 炸彈如果你拿A的話 按A的話你就會拿起來 再按一下它就會放下來 你按B它就會把炸彈踢出去 這個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一個小技巧 好那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個我覺得 因為其實這個 它的這個地城裡面啊 就是每一個小房間都是有個關卡 那我覺得關卡很多 我覺得或許大家應該都可以順利通關 但是可能最後這個魔王關 它不管怎麼樣都是長一樣的 所以我想說好像可以來分享給大家 說就是這個我們是怎麼通關的喔 那我們一開始 可以來看到 你可能會從上下左右的地方進來喔 那我們先從上面進來 那這個地方你會看到 它其實會有兩個瓶子是橘色 它會重複再生 我們先把一個瓶子拿出來之後呢 然後再拿另外一個瓶子 然後走上來 到左邊 下面這裡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紫色的東西 就丟它 看沒有給它丟它 好那這個地方它就會蓋下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去拿 我們剛剛放下來的那個瓶子 然後走下來走下來 好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裡的這個綠色已經打開了 然後這個時候就掉下去 傳送過來 再下去 然後再把這個打開 丟它 好打開了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拿到魔王的鑰匙 其實蠻簡單 但是我一開始也是卡蠻久 就是覺得 欸這 到底要怎麼過啊 最後才發現說 欸其實瓶子可以拿 放下來它不會 它不會摔破 沒錯 所以這個樣子你就可以拿到 魔王關的鑰匙 你就可以去打這一關的這個 泰拉卡地層的魔王了 那這個地層呢 你就算是順利通關了 好的最後一個 第25個 這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前幾次 在 後面的關卡 進行通關的時候呢 這個 泰拉卡地層通關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後面的劇情 有非常非常嚴重的BUG 怎麼說呢 就是 系統會告訴你說 過了泰拉卡地層之後 你應該要去探索 沼澤 這件事情 那你就要乖乖的探索沼澤 就是千萬不要想說 我先把地圖走完 因為我們就嘗試想說 那不然我們 因為有一點小卡關 不然我們先把所有地圖 先走過一遍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有些地方不能走 有些地方可以走 但是走到的地方 像我們就走到地圖 右下角的這個地方 走過去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過了某一個點之後呢 沼澤的任務這件事情 就突然之間通關了 他就過關了 等於說我明明就沒有過關 但是他顯示我過關 我現在要去執行下下一個任務了 那 沼澤他其實是會拿到道具的 但等於我沒有拿到這個道具 然後我直接 越級通關 然後要去執行下一個 等於中間的道具 我根本沒有辦法拿到 所以我也很有可能 後面的關卡 我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導致我最後發現說 完了 我再回去跟 可以拿到道具人講話 他也不會給我東西 不過等於就是 直接卡死在這個地方 你之前打的所有東西 完全都回不去了 也沒有辦法做任何改變 這個bug實在是非常嚴重 我們會去告知遊戲官方 必須要修正這個東西 我們 非常的建議大家 要非常小心 現在目前呢 就是 你卡關了 一定是這個地方有辦法可以通關 但是千萬不要離開 然後跑遠 跑到別的地方去 那很有可能讓你前面玩的地方 全部都白費 好像在我們只是玩完 太拉卡地層 再重打一下 不過就是幾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已經不小心打到哪裡 觸發了什麼東西的話 哇 那真的是實在是非常的嚴重啊 所以最後一個 這個姿勢要告訴大家 千萬千萬要非常的小心 好的 那目前以上呢 是我們想要分享給大家 你一開始要玩這個 痞子英雄 一定會先遇到的 第一個大關卡 這個新手 你該知道的25個姿勢 那後面呢 我們也有收到一些網友啊 就是說後面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啊 等於說有點不知道到底現在要幹嘛呢 那我們現在也是持續的在摸索當中 也已經有一些蛛絲馬跡了 那我們會再繼續的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的 好的 那如果呢 你覺得這個影片還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們按一個讚 然後還有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如果你有更多的疑惑 更想知道的事情 甚至是我們沒有補充到的東西 歡迎大家幫我們補充做指證 我們會立即做改進 好的 那今天這一集 皮子英雄泰索斯遺跡的 新手25個你該知道的知識 就先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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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 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